Nabellin的Fit Me全新升級Pro版粉底液 推開的時候是有一種水潤感的 我真的是上一次這個粉底液就愛上一次 這邊的顏色有一點兩邊融合起來的感覺了 各位我已經上妝超過12個小時了 嗨我是阿麗絲 今天一開始看到我素顏 沒錯就是要來跟大家做粉底實測啦 那今天要實測的粉底就是這一款 是Mabellin的Fit Me全新升級Pro版粉底液 沒錯是來自開架的粉底液 那我之前就有分享過Fit Me粉底液的那個評比實測 如果大家對之前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邊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過去看看 那今天就要實測這一罐來自開架 他們全新升級版的粉底液 那除了實測它之外呢 今天還加入另外一個選手 就是我要來PK專櫃粉底 那想知道就是 呃實測效果如何 以及PK效果如何的話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囉 影片就是開架 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吉時新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穿搭 更多生活動態及其事內容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哦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實測這一款 來自開架的Mabellin全新Pro版 Fit Me反恐特物粉底液 它的名字真的好長 我等一下呢 就會直接簡稱它叫做 Fit Me Pro 或者是升級版粉底液 所以它的重點就在它的 全新升級 那我自己個人其實覺得 舊版粉底液就已經非常非常好用了 那這一次全新升級版粉底液呢 就會讓我非常好奇它到底升級在哪裡 以及厲害在哪裡 那這罐粉底液呢 有SPF22的防曬係數 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我覺得以夏天來說 這個防曬係數還是有點低 建議大家上妝前呢 還是先補一個自己的防曬 再來就是我選的色號是109號 我覺得在我膚色來說 是一個自然偏白的顏色 我覺得Fit Me他們家非常貼心的是 以開架來說 通常粉底液的色號 不會這麼多 也不會這麼齊全 可是呢 Maybelline Fit Me這一支粉底液 真的有非常多的色號 以開架來說 真的已經是非常非常貼心 可以有讓大家很多色選了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質地的部分 你可以看它擠出來就是 它就是這樣子 嗯 流動感沒有那麼那麼的明顯 但是呢 你推開你就會發現說 欸 它的延展度非常的好 你看 很滑順很滑潤的這種感覺 而且重點是喔 它推開的時候是有一種水潤感的 那這邊同時也給大家比對一下 今天要PK的粉底液 兩款粉底液的延展度其實都非常的不錯 可是你可以發現說 Fit Me的這一款粉底液 它的水潤感更為明顯一些 延展度再稍微好一些些 我覺得這一點是在我實際上手 比對之後 摸過 然後推開的感覺是 滿明顯的差異 好的那照慣例呢 要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素顏肌膚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 就是 就在 我要拍實測的前一天 冒了幾顆大痘痘 好 你們一拉進就已經看到 痘痘痘痘痘痘痘 對沒錯就是找了很多痘痘 然後整體呢就是 嗯 毛孔在這邊 然後膚色不知 泛紅 你們看到這邊 這邊都有泛紅 然後臉頂都一樣 然後有一點點黑眼圈 鼻翼泛紅痘痘 要吃 這樣 那額頭的話呢算是一個 最完整平滑 對 的一個地方 那我看了這一罐粉底液的訴求就是 更吸油 更持妝 更柔膠 更水潤 更輕盈 所以呢 等一下上妝的過程中呢 我就會一併就是感受一下這些他的訴求 以及今天實測的話呢 就會以這裡的這些點呢 去來做觀察 那我等一下使用的美妝袋呢 會是同一顆那 底部的話會是沾fitme 側邊的話就會使用專櫃粉底液 所以其實還是有做區分的 那我現在呢剛上完防曬 因為他只有SPF22 我覺得比較小可惜一點點 我平常全臉用fitme的時候呢 大概是按壓一整下可以上全臉 那你也可以再補一些些來上那個 瑕疵比較明顯的地方 就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以及習慣 好那我上妝前呢 我會先習慣就是把粉底液比較均勻的塗抹在臉上 你可以感覺到他的延展度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我剛剛沒有擠非常的多 接著我們就直接拉近 然後拿出美妝蛋 我使用底部的地方來上妝 我自己都還是偏愛就是用美妝蛋來上妝 因為畢竟我的肌膚還是混乾肌 雖然在夏天真的比較還好 可是我覺得用美妝蛋上妝可以更水潤的感覺 那這一款呢你們看 這個修飾力 我上薄薄的一層就可以有這樣子很高遮瑕的感覺 你們看你們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霧掉柔膠的感覺 然後這裡就是我原本的肌膚狀態 它的遮瑕力大概是中上的程度 那毛孔遮蓋大概是中等 可是整體修飾得非常不錯 喔我真的是上一次這個粉底液就愛上一次 我呢因為要遮蓋就是這邊的瑕疵痘 然後再多補一些在鼻翼這邊 所以我會再擠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一款讓我很喜歡的地方是 它上起來非常的水感輕盈 對就是水感輕盈 嗯它擁有這麼高的遮瑕力 可是上起來在臉上的感覺是很薄透的 就是很輕盈的感覺 沒有什麼負擔感啦 我再疊粉底液上去你也不會覺得它厚重 遮蓋瑕疵差不多就是中等偏高有沒有 就是很喜歡這種很輕盈水潤輕薄的感覺 拉遠看是不是覺得 喔這邊肌膚看起來質感也太好了吧 對啊我覺得很喜歡這罐粉底液上起來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我另外半邊臉就會使用妝怪的粉底液來上妝 那我要說我這罐粉底液的色號呢 本來就偏比較白一點點 所以呢等下上臉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明顯的 就是這半邊臉就會有點色差 嗯在塗的時候你就可以明顯感覺到就是它會比較相對 比較起來比較乾一點點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直接用側邊來上妝 這一款呢它的延展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只能說這罐呢也是我很喜歡的粉底液啦 就是你們看它的遮瑕力也是非常的好 然後延展度也很好 整體的肌膚柔膠感呢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這邊比較亮對不對 對這邊比較偏白一點 因為這邊的顏色帶粉掉 然後你看遮瑕力也是有沒有中高 在遮那個鼻液啊痘印的中 你看這罐的那個遮瑕力也真的是很高 但是上在臉上的感覺相較起來就沒有那麼那麼的水潤了 好我現在這邊也上完了 然後你看毛孔遮蓋也就是有 嗯中等然後偏高一些 但整體的遮瑕力真的就是中高 然後非常非常的漂亮 拉遠看的話呢就是這樣子好 我這半邊臉是真的比較亮白 大家記得一下就是我現在上妝的一個臉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時間呢是 嗯 11點 早上11點 19分 那我們就算大概11點多左右 開始實測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呢上妝完呢 用蜜粉啊簡單的薄薄的在全臉做一個定妝 雖然它們都不太黏 尤其是就是Feedme這一關真的是不太黏 呃還是建議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定妝會比較好 那等下外出的話呢我都會使用我的ZV-1做一個紀錄 我們就 期待一下今天的實測啦 嗨大家 嗨大家 現在是下午的2點18分 距離我上完妝差不多要3個小時了 我們先來更新一下我的底妝狀況 我這半邊臉呢是上Feedme 然後這邊是上妝櫃粉底液 那你們其實可以看得到有點色差 就是這裡只是偏亮白 但整體兩邊的妝感維持力都非常的不錯 我只有就是大爆汗就是把汗就是用衛生紙壓掉而已 但其實都非常的不錯 然後我這邊痘都爆掉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展露無遺 那你們自己看鼻翼 微起來不錯耶 但這邊有一點微微卡 微微卡 這邊還比較還好 但鼻翼整體狀況還維持得不錯 兩邊都很不錯 嗨大家 現在是傍晚的5點14分 距離我上完妝差不多要6個小時 我們來更新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全臉的完整度 其實還非常非常高 然後呢都沒有什麼出油的感覺 其實整體摸起來都還是乾乾的 但我仔細看鏡子這裡 有一點點微微乾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還好 然後鼻翼的脫妝問題其實都差不多 然後這個痘痘很明顯已經脫妝了 對 臉頰完整度都還非常高 都有一點點微微脫妝 但整體兩邊呢都維持得非常好 可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顏色 有一點兩邊融合起來的感覺了 嗨各位 我剛剛差不多八 欸 八點半 九點的時候到家 那現在呢時間是 十一點四九分 各位 我已經上妝超過十二個小時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底妝狀況 除了很明顯就是整個紅掉的痘痘之外呢 是不是 妝感維持得非常好耶 不管是開架粉底還是專櫃粉底都維持得非常好 那接下來我們拉近看一下 好請大家忽略這顆痘痘 因為啊我戴口罩嘛 這樣子摩擦啊 它整個就已經爆掉了 所以請大家忽略這顆痘痘 然後我們看一下臉頰喔 各位 我覺得它就是維持就是毛孔遮蓋的效果 都還有中等的遮瑕力 然後臉頰這邊有點微脫妝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泛紅跟瑕疵 跟早上比起來的話有稍微明顯一點點 但整體的妝感都還是非常的好 也沒有任何的乾 對 額頭也是 然後再來另外一邊呢 這邊也是 其實也都維持得很好 然後拉看這邊的痘痘啦 是不是也很明顯 所以你們相較於你都知道 我們一邊一顆痘痘 所以它脫妝的狀況其實是差不多的 然後額頭一樣非常的完整 再來就是鼻翼 鼻翼我這邊就是流超級多汗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用衛生紙這樣按壓 所以脫妝的狀況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都是在我能接受的範圍內 所以就是泛紅其實都差不多 那唯一呢是我覺得這裡這裡有一點點 就是我臉頰還是偏乾的地方有點小乾乾 就是這裡而已 拉遠看的話呢 是不是都還是非常的漂亮 那唯一有個問題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這一半邊臉 跟我這一半邊臉的顏色已經融合了 所以相較於這樣子狀況下呢 就是妝櫃這半邊臉的底妝有微微的暗沉 可是並沒有暗沉到非常的多 雖然有微微暗沉 但是如果你上整臉其實是不會看到任何這樣子的差異的 接下來呢我就要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這段時間使用這個MAYBELLINE的FIT ME PRO的新的感想囉 一整天下來呢 維持力都非常的不錯 你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控油方面 抗汗方面 或是整體的維持力上面 都非常的高分 尤其是抗汗這一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我前面的影片 我真的是五時無刻都在流汗 口罩戴著底下也在流汗 然後外面也就是噴滿了汗 就算是下雨的狀況 對我都還是有在流汗 我用衛生紙按壓掉汗水呢 也不會帶走過多的底妝 當然正常的脫妝還是會有的 可是呢整體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臉上是有粉底的 那出油的狀況呢我覺得 以我有壓汗的一個狀況下 大概是在七八個小時下 像現在我摸 我臉上才有那個出油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兩罐的控油維持力都非常的不錯 那常常會有人說FIT ME啊 這罐粉底液啊 會比較推薦給可能油肌啊 或者是偏油肌的人來使用 但像我呢是混合偏乾肌的肌膚 使用下來呢也完全沒有問題 我臉頰也完全沒有乾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以水潤感啊 這罐FIT ME的開戰粉底液 或許還比較適合我 再來我真的很喜歡這一罐FIT ME PRO 上在臉上的輕盈感 因為有一些底妝必須要有一點比較厚重的感覺 才可以達到比較高的遮瑕力 但這一款呢上妝起來呢是很輕盈 可以卻達到高遮瑕 然後呢修飾毛孔以及柔膠的效果 應該說整體的輕盈感 我自己在臉上的感受呢 我會覺得FIT ME PRO會來得更明顯 而且喜歡一些 那我覺得我的膚質也有隨著時間啊 氣候啊有稍微的一些些改變 用這罐粉底呢其實一樣維持得非常的好 可是就還是會有一點點些微的差別 那再來你就可以看到這罐FIT ME PRO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暗沉的問題 你們可以看到我早上上妝到現在基本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反而是另外一邊專櫃的粉底液 我要說我要老實說 如果沒有這樣子PK下來 我根本沒有發現這罐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今天剛好是有個色差 它的話整體顏色還是偏白的 所以一比對下來之後我發現 它慢慢的跟這邊融合呢 那代表說它真的是會稍微暗一點點 可是這樣子的程度是完全能接受的 如果你上整臉是不會發現的 所以今天也是給我一個意外中的驚喜吧 就是我沒有想到這樣一比對下來 原來還是有差的 再來呢就是口罩沾染 給大家看就是都還是有沾染的 我覺得沾染的那個幅度呢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看一下這邊這邊 對我覺得這個沾染的狀況非常非常的正常 我在外面一整天然後呢到現在呢 我是覺得完全能接受的 這一次使用這一個 MAYBELLINE的FIT ME反孔特務粉底液 全新升級的PRO版實測呢 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在各方面的評分呢 這罐粉底液呢都有達到一個很棒的水準 最喜歡的地方呢就是它上妝起來非常的輕盈薄透 卻也同時有高遮瑕力 然後有水潤度 以及它整體的維持力都非常的好 我真的沒有想到說這樣子的開架粉底 可以有這樣子的專櫃質感 那我也很開心今天可以做這樣的實測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的預算都不同 我拍這樣子的影片也希望提供給大家 在選擇粉底上面呢可以多一個參考 那我不會說專櫃粉底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罐粉底 可是呢我覺得在於選擇上面呢 大家可以多一點參考 因為預算的考量呢 真的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開架這罐粉底呢真的是很讓我驚豔 而且在價格上面之呢可以更無痛的入手 現在這罐粉底呢在全神通路特價399 我真的覺得這價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試一試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優惠資訊的話呢 我都會把連結以及詳細的內容放在底下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記得點開來看喔 那非常感謝大家看完今天這樣的PK實測 不知道大家還會不會想看到其他的這樣子的PK呢 也歡迎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非常感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即時新品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穿戴 以及更多生活動態即時內容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還有全部通知 才會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